各位听众 您收听的是冯光远的正经时间 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是蔡英娟导演 她的电影《候鸟来的季节》 这两天礼拜五了 要开始在全台湾上演 这部电影其实里面牵扯到几个主题 其实都选择都挺好 像不运镇那个主题 像棒球 尤其是棒球 因为我自己是一直在看棒球的 所以对于棒球里面的一些棒球的情节 倒是挺有兴趣的 你刚刚讲里面的小朋友 棒球队小朋友都于您那边的 哪个学校 马光国小的棒球队 我们特别去那边试镜找了很多小孩 所以里面像温生豪跟庄凯勋 就是饰演温生豪跟庄凯勋小时候 同年 也都是棒球队小朋友选出来的 所以还不能长到就是说 跟他们两个人现在样子 还不能太离谱就是 对啊 找得很辛苦 可是又要会打棒球 就是说不能够是那种 看起来很不会打棒球的 对 所以找了很久 本来也想说不要去棒球队找 而是直接去找童星来演 但是童星呢 他可能打棒球的那个姿势 明眼人一看就觉得 对对对 对就会有破绽 所以后来还是觉得 从棒球队里选 所以你们这次的素人演员 其实也不少 对 像当然我觉得最可爱也最可怕 就是国小棒球队的小孩 像里面有那种 让小孩子打上 就是打到棒球上了之后 做搞笑动作的那个小朋友 也是试镜师了很久 然后找到他之后 其实那时候试镜师 他也是棒球队的 对他是棒球队的 然后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他 就是试镜师到他 我就觉得太棒了 因为他自己会学很多 那种Michael Jackson招牌动作 还有蹦恰恰 还有什么国内学新的 各种招牌动作 对那我都跟他约好说 拍片的时候 请他一定要来演 这样子 他也跟我打勾勾 就没想到真的到现场 要拍片 是一action 然后他就跑上来 他就做了很开心的胜利手势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你的那个蹦恰恰 还有你的Michael Jackson 怎么都不见了 他就跟我说 导演 我们现在是在拍电影 怎么可以搞笑 对 他还怕 他班上女同学看到会笑他 所以他敌死不宠 都不肯演 这样就很可怕了 后来我们全场 就是哄他哄了很久 他才勉为其难 演出其中一个动作 这样 因为棒球这件事情 其实在台湾的 跟很多台湾的文化人的创作 其实都有关系 那棒球这件事情 因为我其实从小对棒球 就一直是在就很迷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棒球里面的文化的东西 一直是例如说美国 美国棒球 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的意涵 它有很多文化的遗产在那边 所以其实我看到电影里面 有棒球的这种镜头的时候 其实我倒是都会非常注意 像你们这次 我觉得棒球里面有一个 我最感动的 其实就是最后 他把他们以前 就是说有他们两个小朋友 就是各个兄弟 同年都回忆 小时候打了棒球 对 有他们两个人的签名 的照片 放到弟弟的灵谷塔里面去 你知道 那一幕其实是很催泪 那一幕的催泪的指数 应该是八九 十分里面 然后还有八分九分 所以你自己打不到棒球 就自己对棒球的这种感觉是什么 我对棒球的认识 开始与王见名 OK 很多人都这样 对啊 我其实是完全不懂棒球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好像还有看过我爸爸 半夜起来看棒球转播赛 但是我的印象仅止于此 然后我对球类运动一窍不通 也完全没兴趣这样 那后来是因为可能 因为王见名玄峰吧 就开始有一点点基本的了解 但只是基本而已 这样可能知道一类二类三类这样 那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在男生的 这个好朋友里面 或兄弟里面 我觉得棒球真的是 很多人的共同的回忆 对 对 那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 就是对他们而言 这是一个很重要 很珍贵的回忆 非常非常 对 然后是很特别 就有很特别的意义 所以我就把棒球放在这里面 就是作为他们兄弟俩 一个童年的亲衣 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那也在这里面 我特别让棒球 跟高桥横这种 就是有一个很奇妙的关联 对 也是后来才加进来 慢慢加的 对 我觉得你处理棒球的 那些一些场面 其实处理的很好 例如说 弟弟 那个 专凯勋 对 他有一场 有一幕是 他坐在棒球场 对 然后看人家打球 对 他其实在那边喝酒 对 对 对 可是他应该不能够喝酒 对 因为他有肝病 对 而且很严重的肝病 对 你知道 那那一幕其实到最后 当我看你 用那个 那个镜头 就是整个 棒球场的那个灯一关 就关掉 你知道 那一幕 非常让人家印象深刻 你知道 非常的 那个那个象征 那个意义 非常的 非常强烈 你知道 看到那一幕 就是说 其实 我发现说 你对于棒球的东西 其实 你知道 已经抓到那种 那种精髓的棒球场 你知道 那个灯一关 大家就走人了 你知道 那我 那我真的是非常 会觉得很有兴趣 就是说 你知道 像你这些 这些 例如说 电影里面的元素 那几件元素 凑在一起 那凑在一起到最后 他都能够交织成 就是说 整个的 这个结构里面 都是你知道 互相呼应的东西 我倒觉得 这一点是很有趣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 写剧本的人 你知道 像你这样子的 准备的功夫 你这样子的写作的 这个 这个写作的功力 是 是就是 天生的吗 还是你 你其实有受到 哪些作者 或者是 剧作家的影响 对我来讲 就是我平常 以前也还蛮爱看小说的 或是看电影的 那只是我也不太好意思说 我真的算是很常看 因为跟很多人比起来 我看的书跟电影 其实还是少很多 就基本上可能就是 我还蛮喜欢看书跟看电影 然后很喜欢听 就是跟朋友聊天 然后听一些不同的人 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 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冲击跟启发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 然后他们经历过的许多挑战 那其实真的形形色色 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我觉得那些对我来讲 其实还算是蛮丰富的生命 也许这个东西 对我有一些帮助 那另外是 其实这个剧本 一开始写的雏形 就是还蛮单纯的 一开始我印象中 好像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元素 譬如说手表 或是棒球 好像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当中 慢慢的就是我去沉淀 去思考 譬如说父子的感情 或是兄弟的感情 慢慢把这些元素加进来 所以其实这个剧本 在四年多前 先写好第一版之后 中间又请教一些专家 然后又做很多功课 又做许多的修改 一直到去年年底 就是开拍以前 就是拍演员的戏剧 大概改到一百多版 这么多 对就是做很多的调整 然后觉得不好的地方 再把它删掉 然后觉得可以加强的部分 再把它就是多做一些变化 这样对 那你说像你刚刚讲手表 因为这个元素 其实在电影里面 其实他到 尤其是兄弟吵架之后 对 那我倒是看出 他其实在里面扮演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个例如说 弟弟在修表 他修的就是哥哥那只表 对 他修的就是哥哥的手表 那这个手表 我就是让他作为一个 就是关于父子之间的爱 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那也是一个弟弟 他也许 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 就是他一辈子 也在追寻的一个 关于父亲方面的肯定 就是父亲 他其实只有送哥哥这个手表 然后在他的 在父亲的眼里 其实他就是 特别容易看到哥哥 而不是弟弟 那我觉得 其实弟弟有这样的落寞 但是我觉得 他对哥哥的关爱 还是在的 所以他其实跟哥哥冷战 不讲话 但是他注意到 哥哥一直保留着 这个有纪念性的手表 然后手表坏了 也舍不得丢失 他就去偷偷的 帮他把手表修好 其实我觉得这种 默默付出的 这样的行动 我觉得在台湾 很多家庭都很常见 就是说 尤其是男生吧 叫他去跟家人说 讲不出口 对 我觉得很难 因为就是会觉得很肉麻 会说 哎呀 我好爱你 什么 这很奇怪 对 可是我觉得他们 比较会容易是用行动 就是譬如说 我买什么东西 给你进步 买为鼓励送给妈妈 或是我偷偷的 帮你修好手表 这样的方式去呈现 然后你如果 要他去讲 讲说什么 你最近身体 怎么样多保重 他可能讲不出来的那种 我觉得台湾很多男孩子 都是比较像这样的个性 那我可以像你刚刚讲 这个手表 手表 因为我自己像写东西的时候 很多是 就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概念引发的 或者是我听到一个小小的 一个所谓的梗 那其实就把一篇东西写出来了 那手表这个是 是有没有什么故事 在后面 一时之间 好像没有特别想到 什么故事 可是就是 你就是找到一个物件 对 就觉得应该是 爸爸要送 送哥哥的 可是这个东西 要留蛮久的 然后以他们的家庭来讲 又不能够是 真的是太昂贵 爸爸买不起的 所以我觉得 好像这个部分 我那时候在设定的时候 还跟我先生讨论了一阵子 对 就是这个手表 就是以 就是这种比较是体力劳动的 这样子的家庭里面 爸爸很可能可以买得起的表 是什么样的表 然后那时候 还去做功课 做研究 是什么样子的表 那时候我在故事里设定的 比较是那种年代比较久远的金工表 这样 比较像 可是我对表也不太懂 就是我那时候做功课有查到 就是大概有十几年历史的 然后在那个时候 对他们这样的 这样的经济状况的家庭来讲 他们可能会花 花很多钱 对我们颜色很贵 然后买一个 品质还不错的 这样的金工表 然后送给小孩 发条 发条 发条的表 还是电子的表 应该是发条的吧 十几二十年的历史 对我看那个电影里面 因为有一幕他好像在修东西 对对对 摆了一个零件 我们那时候还讨论了很久 就是说 要呈现这个弟弟 他可能并不是很专业的这种表 那可能就是用一种 比较简单的修表的方式 然后要如何去呈现那些道具 让观众一看就知道 那是修表工具 所以那时候跟美术组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讨论 对 你美术组 他们是 就是说 是也是 因为拍着电影才认识 还是原先就认识 呃 原先不认识 是那时候 透过我们的副导 去认识 那这个美术组 他之前呢 因为跟我们的副导 他合作了郑友杰的 电视电影 也连香 然后他们合作起来 就是印象蛮好的 所以那时候推荐给我们 那我们这次合作起来 我就觉得 这一次的美术组 他们真的很专业 然后他们不管是 在城市 就是温生豪 他们的家 台北的这种 后鸟保育人家 那种比较有都会的 就是中产阶级的质感 或者是他们去 承设这种云林的老家 然后比较是 有乡下的味道 然后劳工家庭的这种 这种那个氛围 那我觉得他们都是 承设的很好 那很多的道具 他们都很讲究 对 对 我特别 特别注意到那颗棒球 对 他们做了非常多个 然后被退货 然后又重新写上面的字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 像小孩要可爱 然后就很古梦 可是要看得清楚上面的字 不能看不懂 所以他们做了好多个 我还特别注意到 他的缝线 对 因为棒球其实 就是说打棒球打久了 对于他除了表皮的粗糙 磨刃除之外 其实他那个线 他那个缝线 其实也应该会有回损 对 所以那支球 做成那个样子 当然我是自己是没有看过 真正毁损成那个样子的棒球 可是那感觉其实很棒 对 他们很用心 他们做了好多个这种 就是很讲究 他们都会去做功课 看一个棒球到底要 毁损到什么地步 然后怎么样才下 那个质感之类的 OK 他们其实不错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冯光源的正经时间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是导演蔡英娟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进行我们最后一节 谢谢